我们应该就是说多帮助一些比如说那些恨国就是说恨国的那些人不管他喜不喜欢华为啊 就是说呃我们把华为泡到一边治疗这个多多帮助一下恨国的对吗对看他看他遇到什么困难就是说多多理解他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呃现在好像呃我们就外国外嘛呃发现就是说是呃 华为的部分芯片不是说全部啊部分芯片其实是台积电代工的 嗯我看到这条新闻然后呢 啊我我在想嗯有可会不会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你想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产的芯片像那个时候19年的时候还没有被制裁对吧嗯那个时候很强的对吧嗯啊之后的话价格也是很清明的对吧嗯制裁了以后的话那个新闻出来我一看的话 那就对这个现在华为这个价格产品最高不下 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了呃这新闻您看全了吗 呃我看全大概意思就是说是中间有个中间商呃有个中间商呃之后的话就是说通过呃这个中间商那个台积电把这个呃 呃芯片卖给华为之后的华为再从这个中间商嗯呃买过来嗯啊 然后呢您看全了吗 然后部分的好像不是台积电台积电怎么说的 台积电是2020年 十呃九月份已经不向该供应商供货了 估计这条新闻这一点您能看到吧 啊这点还没这么看 哈哈哈哈 咱看新闻看全一点好吗 一是部分产品出现了这个供应商的产品 但是台积电积极的向对吧大漂亮反应我们于2020年应该是 没看全啊对您没看全对就咱看新闻的时候标题党啊 平安定义的标准啊其实不是啊就是说就是我 student 我自己的理解吗 啊就是这个 呃我我观察了一下啊 嗯我们这些所谓就是说我自己定义里面只有畏自己弱的这些人吗 嗯其实他们生活中会多多少少 呃会遇到一些不公 遇到什么不公呢 您可以具体讲讲 举个例子吧 就我身上发生了的事 您说 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 有一次我带着我媳妇 还有我家小孩出去玩 当时呢 我媳妇开车 开车呢 那个车是手动挡的 你知道吧 所以可能技术不太好 上坡的时候呢 就后溜了 后溜就转到后面一辆车 转到以后 我就下来了 下来了 该赔赔嘛 对吧 该把保险就觉得很正常的嘛 对吧 但是后面那辆车 是个宝马武器 我记得是 就下来一个人 就要求我除了就是说 叫什么 保险之外的赔付嘛 还要求我多赔一些钱 对 我不赔之后 他就把他的身份给晾出来了 晾出来是我们这边 市里面的帽子叔叔里面 市集机关的一个人 我当时就被吓到了 被吓到 虽然说最后我还是强意的没有赔 但是多多少少 使我是一个心里面不舒服 是这样的 那他这个 这个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可能 您说 以你的标准 我们把您的这个逻辑理一下 以你的标准 支持华为的是爱国的 对吧 不支持的 对吧 就像您讲的是一些什么 什么所谓的这个恨的 对吧 都是有些生活不公的 是吧 不是 你看 你听我说吧 不公的 然后呢 我说具体什么不公的 然后您就举了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我的意思 我这不是说 不喜欢华为的 不喜欢华为 就是不爱国的 我没有这个标准 我就是说 现在就很多人就会 把这些给联想起来 其实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啊 就是说我们一些 为了让我们这个大家庭 更能就是说团结起来嘛 我觉得就是说 像爱国的这些 多多少少 可能就是在生活中 会比较顺一点 我们应该就是说 多帮助一些 比如说那些恨国 就是说恨国的那些人 不管他喜不喜欢华为啊 就是说 我们把华为抛到一边 只聊这个 多多帮助一下恨国的 对吗 对 看他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说多多理解他 多多理解他 恨国的就会 对就会团结在一起 而不是说是一味的 骂这些恨国的 那您这说的 就是您说的这个东西 首先啊 你看就您拿 个人举例的事情来说 那您遇到的这个东西 是吧 您结果没被赔钱 没有多赔钱 但是呢 你心里不舒服了 是吧 你心里不舒服了 您就要求 所有人照顾你的心理 不是所有人 我就是说 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不管是爱国 还是恨国的 大家都是生活在 同一个大家庭里面 对吧 不能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 有些可能 有些人 比如说恨国这些 有些人说这些西方的好 或者是之类的 就是去歧视他 就是嘲讽他 就是去歧视他 那他为什么要在 生活在这个国家 您刚才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 那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国家 还要去恨国呢 就是说有些人 可能会多多少少 遇到一些 类似我这种 类似的一些 不公平的一些事 您就是因为 一个所谓的 帽子叔叔 对您说了几句 您不满意的话 您就恨国了 这个肯定啊 那您所谓的 您所谓的爱国 是建立在自己 是否心里舒服的情况下面 来决定是否爱国 首先这个东西 你看 我不知道讲的 对不对 就您所谓的爱国 是我顺风顺水 是吧 所有人对我相敬如宾 是吧 我这种情况下 有特定条件的情况下 我才愿意爱国 但凡让我不爽了 我就不爱国了 您觉得这个 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存在吗 首先 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说 如果说 比如说我生活 我不如意 这个或是什么 导致我不爱国 这个肯定是我的问题 对吧 但是的话 你说像叔叔 对吧 像叔叔这些 他明知一些行为 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他还对我 就是说来施压 首先叔叔 他本身代表的 就是这个权力机关 对吧 那我肯定会联想到 如果说 比如说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清洁工 对吧 这类的来打我 或者什么的 我肯定不会说 是往那方面去扯 那您的意思 我懂了 就是叔叔 表达了一些 让你不舒服的话 您认为 他代表这个国家 肯定 是这样子 是吧 那他始终是一权 那我再 咱退一步讲 但又好去讲这个问题 那您是中国人 那位叔叔 他是不是中国人呢 那也是啊 因为您媳妇 个人失误 把别人车撞了 别人说两句难过话 您就不爱国了 因为他的身份原因 就是说换位思考 那您的车被别人撞了 你会不会说难过话呢 我不会 我的车被撞了很多次 大哥 大哥您看啊 您这话就说 首先这逻辑就不成立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您破坏了别人的财产 别人说了几句难过话 您就不爱国了 没有 他首先 人家说几句话 就能导致您不爱国 肯定会啊 那您跟我说 您度量有多大呢 就是别人几个 首先啊 我们不清楚您所遇到的 因为我不在您身边 我没办法评价 您所说的话 是否对和 是否真实 就基于您所说的东西 我们来聊 作为那个人 作为帽子叔叔 他的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 人家讲两句话 您给自己恨国找的理由 然后您说您的度量非常大 您觉得这个逻辑很强烈吗 我没说过我的度量非常大 我没说过这次话 不 我刚才问您了 您说如果 别人撞你的车子 你就撞我车 我不会的 是吧 我撞了很多次 我都很开心的跟别人处理了 这是您的原话吧 那就证明你度量很大 不是 就事论事 有发生什么事 我就 我就怎么处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不是说我度量大 对吧 首先呢 就我再给您讲 您有没有从换位一个角度想 对方 他也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财产受损失了 他说两句难过话 如果你气 你可能说他这个人 没有职业素养 但是您介于这个话题 来去恨这个国家 您觉得对吗 不是恨 不能说是恨吧 不公嘛 就您所遇到的不公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吧 您就讨厌了嘛 我们谈不上恨 您讨厌了 是不是 对 但我到这个事 不是一两件 不是不是一两件了 关键是这个问题 不 您看看啊 这事是一个个人之间的这种纠纷 然后您上升到这个很高的一个层面 那我想请问一下啊 就是明天如果温度突然调高了 到30度 天气不好了 或者让您热到哪里了 那您会不会讨厌这个国家呢 这个是不可抗力的 这个不可抗力的 对啊 你遇到那事情 它也是不可抗力的 人家的财产受损了 人家说两句难过话 您就不爱这个国家了 您可以找任何理由啊 或者你们小区明天停水了 您也不爱了 是吧 后天下雨了 您那里淹淹了 淹了 下水道没做好 下水设施没做好 您也不爱了 您的爱 您爱这个国家 所有的前提要建立在 您顺风顺水 不能出一点点事情 您才能爱这个国家 那请问 当今世界上 哪一个国家能满足你的需求 好 我说一 我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我建立不过 不是说是要求我顺风顺水 对吧 但是的话 我只能就是说 最起码的一点要求 你现在到处都是宣传 公平 公平 对吧 公正 对吧 这些东西 之后的话 叔叔这些也是为人民着想的 对吧 对 对 叔叔在下班的时候 他代表的是个人 对 他的身份 不是说我 他个人 他也有权利对自己的财产 是吧 做出他自己的评价 国家宣传这个 然后你把他车撞了 你还不允许别人说两句难过话 你说完了没有 我说完了 我说完你再说 好好好 谢谢你 不是说我 转到他的车 我不允许他说 就是那个难过话 我是允许的 我不是说我不允许 而是问题是 他用他的职权来压 来压我 这件事 首先第一点 我可以说吗 可以 这只是您的一面之词 对吧 您说他拿职权 他一个帽子叔叔 他又不是交警 他怎么压力呢 他最多可能说了几句难过话 让您多赔一点 也许人家买了这辆新车 也许这个车 是他刚见朋友的 就撞了他不好交代 您说我这话讲的对吗 我跟你说一下 他的原话 这个原话 兄弟 您觉得和我讨论 我不在现场的事实 有意义吗 那我就说一个 我再说的通俗一点的 他现场说的话 您可以随意编 您说我这个话讲的 对不对 再说 还有退一万不假 就算他说了过头的话 说了不带的话 他不代表个人吗 他是在执行吗 他是下班状态 还是在上班状态呢 他亮出他的身份 他已经亮出他的身份 来压我了 兄弟 退一万不假 这是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呢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是代表 就是您把别人车撞了 别人亮了身份 您不明白他代表谁 是吧 对 您今天多大了 我现在40 40 您一个40岁的人 您把别人车撞了 别人把自己身份亮出来 您不知道他代表谁 肯定他亮他的身份 你诚实理解一下 我为什么反复说这个话 直播能不能 能不能我说一次 我说一次 您说 您说 当然了 就是说 我把他的车转了 他是个人的 对吧 他是个人的财产 他下来对我说 说两句不好听的话 这个我理解的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既然把身份亮出来了 对吧 那他亮身份的同时 他是代表公权力 还是代表个人呢 因为我们 你想我们不管是 就是说叔叔搞什么的时候 他首先都是亮身份 包括我们交警 都是先亮身份 亮身份他是代表那种 对吧 那我怎么判别 他亮身份以后 我怎么识别他 现在下一步的动作 他要代表 上面还是代表他个人呢 兄弟 您尝试理解一下 就是人家下班了 您把人车转了 你看 我们正常都会遇到 这个 遇到这种情况 我车也被人转过 是吧 转完以后 下车我们都是会 和和气气的 但是 对吧 有时候也会有情绪激动 然后我就说了 我是卖华为的 然后我就代表华为了 他亮身份了 对 我也会亮身份啊 我跟他讲 我是卖华为的 我就代表华为了 您尝试理解一下 是不是 华为是公权力机关吗 华为是公权力机关吗 您不是理解吗 就亮了这个身份 唯一不就他的身份 是公权力机关吗 所以你认为 他代表公权吗 肯定啊 人家只是告诉你 他是做什么的 人家行使权力逮捕你了吗 那我怎么知道 会他下部要搞什么的啊 我们 兄弟 您40岁的人了 您尝试理解一下 您把别人车转了 人家告诉他 人家告诉你 他是做什么的 就是代表行使公权力啊 咱们中国的公权力 是这样子的 我们我们这里的公权力 就是说 兄弟 兄弟是这样子的啊 您觉得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咱们不说天方夜谭 可以吗 就是 我尊重您的认知 我尊重您 可能当时的想的比较多 退一万步讲 告诉你 他的身份有哪里错 当然了 您可以联想很多 比如说大家让一个美女 朝你看一眼 您可能会想的 可能把孩子的性都想好了 我尊重您这种联想 但是人家只是 仅代表于个人 看你一眼 并不是想嫁给你 您说我这话讲的对吗 嗯 只不就是 我能不能像这样理解 你说的话 就是说 就收手 在量身份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 还是便衣 我不知道 他是否 你把人车撞了 您为什么不讲 这个前提呢 人家又不是 无缘无故 在马路上 把你拦住 然后掏出证件 你说我不清楚 他到底代表谁 是吧 您为什么不讲 您把人家的车撞了呢 我撞了 他量阵 量阵 我怎么知道他要干嘛 兄弟 对啊 那美女看你一眼 你把孩子性想好了 这是你的自由啊 谁能阻拦你怎么想呢 对不对 你可能认为 那个美女就看上你了 非你不嫁呢 也不介意你有老婆 是不是 就愿意跟你生孩子 那怎么办呢 不能拦了 对不对 谁能拦住你怎么想呢 但是咱们基于人的常理 人家下班了 车杯你撞了 人家告诉你身份 他就算这个人 说话上有偏颇 也只代表他个人了 您说我这话讲的对吗 嗯那这样吧 好吧 主播 你就是说我也看 就是说下面的很多人 说是我编的故事啊 就是说我 我前两天吧 前两天 我也就到了 同样一件事 本身就是说 我下班以后 会去跑一下滴滴 当时呢 就是说我就是寻求了 这个叔叔来帮我 我说一下事情的原委 就是说我去跑滴滴的时候 我拉了一个拼车单 拼车单打的车 打车是个女的 之后呢 就一个人 他下单是一个人 之后上车以后 我看他带着一个小孩 对吧 可能一岁 一岁不到的样子 一个小孩 我就和他说 我就和这个乘客说 我说 你是两个人 对吧 那上面我 你一个人的那个价格 我要加一个人 这个是合理的 对吧 我就加了一个人上去 之后呢 我就走了 我就拉这个人 去他的目的地 但是走了一会儿呢 这个女的就是说 为什么小孩要算钱 一般都是不算钱 不算钱的 后面就是跟我扯 扯了以后 他说他不付这个钱 不付这个钱 我就说 那我没办法了 那这样的话 我只能停下来 我就叫叔叔来解决 我来叫叔叔来解决 结果 就是说叔叔来了以后的话 叔叔也认为 小孩不应该收钱 我就他叔叔呢 就叫我 就是说 说这个小孩钱 有没有法律法规 或者说公司的规定 来支持这个事儿 当时候就当着他的面 打了这个 打了这个叫什么 滴滴这边的电话 对吧 但是滴滴这边呢 就是说明确 滴滴这边的法务 明确告诉这个叔叔了 这个小孩 是要算钱的 不管是跟随 这个斗志交通安全法 还是什么 是要算一个人的 但是呢 叔叔一直 让我不算那个人 之后还叫那个 不算那个小孩的钱 之后还叫那个小孩走了 这个东西 是我有视频的 我们不是造谣 我可以发给你看 这个东西 然后您觉得呢 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 就是说对我来说 就是说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您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是吧 对 您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您说 我觉得这位叔叔 做得非常对 为什么呢 因为滴滴 滴滴只是你们公司的 内部的平台呀 他大不过法律呀 对吧 人之常情 一个孩子抱在手上 您不那么计较 何必收人钱呢 您您媳妇 万一带孩子出门 是不是 人家也是给予照顾啊 该让做让做啊 您说对不对 那您计较了 他有对错吗 他没有对错啊 是不是道理 我不知道我说的 对不对啊 一个一岁的孩子 抱在手上 您还要收人钱 大哥您有多计较呢 您所有的利益 都是围绕自己 我觉得叔叔做得对 我双手去赞成 赞成叔叔做得对 打一呢 对吧 行人方便嘛 证人玫瑰 手有余香嘛 人家一个女人 带一个孩子 你就不能照顾照顾别人吗 如果你遇到事情 别人不照顾你 做何感受 好 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好 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打滴滴的 滴滴嘛 就是说 拼车只能拼三个人 知道吧 只能拼四个人 只能拼四个人 小孩 就是说 也要算一个人 为什么要算一个人呢 因为她那个 女的上车 她抱着一个孩子 对吧 中途我可能还会拼 拼到其他人 如果拼到 中途拼到三个人 三个人都上我的车的话 加上手里面 那个小孩 就是我就车载了 那如果说是交警 查到我的车 那那个是要算我的 明白吧 是这样的 明白您的意思 嗯 嗯 您有这个理由 您有这个理由 非常合适啊 讲得也很对啊 对吧 法理情 法理情 什么叫法理情呢 一个一岁的孩子 抱在手上 交警抓住 你说超窄 是吗 小孩肯定是要算的 还是说你 兄弟 兄弟 不用说了 啊 这是你过于计较了 怎么计较呢 您说一下 您不这不是您计较吗 我不是 我关键这个 这个这个书 这个交警叔叔抓到我 这个时候 兄弟抓到你了吗 你在对一个 未发生的事情 来给自己 强行找借口 说这个事情 是吧 可能会发生 那您不跑滴滴 啥事不就不发生了吗 或者说你少带一个人 你有点同情心 你有点爱心 你少拉一个 不就可以了吗 不就合理解决这问题了吗 您所有的前提 是自己一定要挣到钱的情况下 您是在围绕着 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 在说任何事情 主播主播 我们这个东西 我就说 我也理解 就是说 你叫我少带一个人 对吧 少带一个人 我就说就没事了 对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尽量提一下 兄弟 这我想说的是啥 就没有对错 只看自己那份心 明白吗 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明白 您不明白 没事 您不明白 不要紧 我尊重您的人生 好吧 您就继续这样子 保持住就可以了 没有对错 但是我支持交警的 我支持那个 帽子叔叔的做法 当然了 你可以不理解 我尊重你 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是吧 您继续保持 您的人生 您负责就可以了 您看我这话讲的对吗 是 就是不太理解 您不理解 没事 您40岁的人了 您尊重您自己的命运就可以了 我没有义务改变您的 我没有义务改变您的想法 知道吧 就是做一个人就行了 做一个正常人就可以了 主播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跑滴滴的时候 你叫我少赖一个人 其实那个是不可以的 滴滴主动派端进来 兄弟 兄弟 你听我说 兄弟 这是您自己的 您不用可以去找借口 好不好 就是我跟您这么说 就是您做 我只能劝您一句 做个正常人就行了 当然了您继续保持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讨论对错 懂吗 滴滴不代表国法 人要有最起码的人爱之心 当然了 您可以为您的利益去着想 尊重您的想法 没有人说您错 你下次拉到看了一岁的孩子 你不拉 您去展 直接走 这个是不行的 不是主播 就是说不能拿这些东西 就是说这些强词夺理的东西 来说我们是要在一定的规则下 兄弟 兄弟 您如果没有仁爱之心 您下次遇到这事情 您继续报警 好吧 尊重您 可以吗 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您别问我问题了 就您从这说的两件事情来 我能感觉到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尊重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您爱不爱 恨不恨 它与我无关 您过好您的生活 最好 明白吗 就首先这两件事情 我不确定它是否存在 第二 我也不关心它是否存在 第三您保持您目前这个状态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您说对吧 嗯 就是说 那我下次就如果我遇到事了 我和叔叔 就是我和他说你要有颗仁爱之心 虽然我犯了错了 但是你要有颗仁爱之心 不要处罚我 您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吧 兄弟 这完蛋了 这跟你聊个天 你以后生老必死都对我负责 大哥 谁敢跟你聊天啊 大家别听啊 听了要负责的啊 您这过分了啊 您不能这样子耍赖啊 我就跟你聊个天而已 接下来您的生活不如意 还得我负责啊 太恐怖了啊 太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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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大哥 大哥您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啊 我错 我的错就不该跟你聊天 聊了天就得负责 别上头嘛 我们就 我没有上头 我感到可怕啊 兄弟 你太删头了啊 兄弟啊 兄弟我这么 谁上头 就是我对您聊天 我得为你未来的人生负责 谁上头 不是 你真的删头了 兄弟啊 不是 你尝试理解一下 谁上头 就我跟你聊个天 你以后遇到事情 你要跟警察输出 对吧 要求我对这件事情负责 谁上头 我没要求你 我没要求你负责 那对 你不要求我负责 您问那个话 你不觉得自己说话之前 过下脑子吗 谁上头了呢 你想想看 谁上头了 那就是说 遇到事 我们是按 规奖制度 兄弟 兄弟 您遇到事 您爱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都说了一万遍 尊重您的人生 这话还不够吗 你听不到吗 只听自己有力的吗 其他话一句不听吗 我都说了 尊重你自己的人生 您爱怎么办 就怎么办 还在那跟我咬文结词 那我以后遇到事 到底按规则来 还是按照您的来 我说这句话 你怎么听不见呢 我都已经表达 无数次尊重你的人生 只听自己有力的 只听自己想聊的 只听自己想带的节奏 就是不太理解 我就是不太理解 就是说 兄弟 我尊重您的人生 您不太理解 自己慢慢不太理解 您看好吧 可以吗 您的任何行为 我尊重你 行行行 我也尊重你的这种 想法 对 兄弟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对 互相尊重 才是和谐的社会 是和谐的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